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1月25日发布第九号通告 为控制人员流动引发的传染风险 自2020年1月26日零时时 除今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 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进行管理 1月26日上午,记者来到武汉光谷步行街看到 曾经熙熙攘攘的街头不再人头攒动 街道上几乎看不到车辆 只剩下交通信号灯照常闪烁 街边的加油站照常营业 但是不见车辆加油 胡女士当天和丈夫一同步行去小区附近超市采买食品 她告诉记者 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 虽然往年的热闹不在 但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愿意做好自我隔离减轻社会负担 因为外地人的话可能不太了解现在武汉的政治情况 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几十年的话 肯定还是对整个武汉来说也都非常了解 然后对自己的话也采取一些措施 把自己每个人都管好 对政府来说也是减轻负担 什么封城 然后那个隧道关 小车不让现行 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来一种保护作用 保护自己 不让这个东西扩散出去 反正我还是觉得政府这块做的还是可以的 来自东北的王女士在武汉打工 今年留在了武汉过年 她说决定不回家之后 除了偶尔出来买点生活用品 基本上就在家看看电视玩玩手机 王女士表示 相信疫情很快会得到控制 咱们吧大部分人还是有信息 因为那个病情 咱们你看国家都很重视了 这个要是控制住不忘大发展的话 咱还说还得说不错的 是不是 没啥 没有啥太大压力 为解决市民居家出行不便等问题 武汉市紧急征集6000台出租车 分配给中心城区 每个社区三至五台 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 自2020年1月25日中午时 为辖区居民出行提供免费服务 社区居委会为生活不便居民上门免费提供送餐 送菜送药等居家服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